音乐 音乐 要没有碰撞 没有一些的受伤 他的关节都会在定时定后 就会流血 全身上很多地方 当时是出血的 流不停的意思是 整个星期还在流 血友病来说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譬如脑内出血 都有机会引致死亡的情况出现 血友病患者一出世 身体就会经常自然出血 和血流不止 今集我们一起了解患者 如何面对和治疗血友病 39岁的Henry在三个月大时 就确诊患有B型血友病 有BB的时候要打疫苗 我做肌肉或皮下注射 好像打到屁股 打完之后不消肿 亦预予我出来 在血液中 检验我缺乏了型血因子狗 要定时定后地流血 就是因为我们即使走路 关节都会承受一些磨损 我记得我小时候 大概10天至14天 关节就自动出血了 最常见就是两边触划的关节 接着就走不了 小时候Henry每一次出血 妈妈都会不慈劳苦 抱着他坐巴士 去医院治疗 我小时候住屯门 就要去马家列医院 每一次我流血的时候 妈妈就要手抱着我 搭巴士 连屯门公路都没有 是青山公路 是一个很漫长的车程 一直都不慈劳苦 会照顾我 如果我进了医院的话 就每一天来探望我 所以也很感激我的妈妈 以往治疗血有病 都依靠入院输血章 补充血液中缺少的凝血因子 所以他四分之一的童年光阴都在医院度过 平时上学为了减少受伤 他也不能上体育堂 小学的时间 我的缺席日数 在一个学期有40天 那些同学都不明白 什么是血有病 就是会流血 不要碰他 碰他就会流血 我的小学和中学的阶段 我的体育堂 你都坐在场边 看着同学上体育堂 为什么我没得玩呢 所以那时候 都会有一些不开心的 他要这么小心 是因为即使很小的伤口 都可能令到血有病患者 流血不止 甚至是致命 小试园的时候 要排队回到课室 谁知道我跌倒 一个面落地 那时候正式换牙的时间 一跌 手握着就两只牙 还有血 十几块纱布都没止血 送了我去一些政府的健康院 健康院的姑娘就说 为什么送他过来 我们怎么办 找得到 立刻就叫救护车 去马加列医院 回到医院的时间 流血也继续 要到牙科那里 去做一些链针的小手术 然后才可以帮忙制造血 当血管有破损 身体就会启动凌血机制去止血 血液中的血小板 首先会堆积在出血位置 并需要凌血因子组成的蛋白链 去加固和修补伤口 而血液中有超过十种凌血因子 血有病患者就是缺少了某一种凌血因子 导致他们出血的情况比常人严重 时间也会比较长 血有病其实就是身体里缺乏了某一种凌血因子 A型缺乏了第八个凌血因子 B型缺乏了第九个凌血因子 我们香港有200多位患者 其实八成至八成半都是属于A型的 另外一成半左右是属于B型的 我们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和重症的患者 看看身体里面还剩下多少凌血因子 正常的龙多 百分之五至四十来说 这个是属于轻度 中型来说就是正常龙度的1至5% 但如果是重型来说其实是少于1% 从轻症的病人来说 如果他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创伤 或者甚至做手术的时候来说 那他出血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如果我们说他是重型的 他正常生活走一街 那他不需要说一定撞到 不需要怎么弄到 他都会有机会出现出血的情况 当然出血会反复出现 血有病是由于X染色体的基因出问题 缺乏某一种凌血因子 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 如果刚好有基因缺陷 就会发病 而女性因为有两条X染色体 即使其中一条缺乏某种型血因子 都还有另一条正常的X染色体 所以发病的大多数都是男性 而女性就不会出现病症 不过他们仍然有机会 遗传有问题的基因比下一代 透过血液检查 量度每种型血因子的浓度 就能够确诊是属于哪一型的血有病 随着年龄增长 患者最常出现关节出血 严重时更可能会内出血 甚至是脑出血 最典型的出血病症 其实就是在关节里面出血 或者是肌肉出血 突然间关节会肿了 很痛 不能动 肌肉出血 很多时候 手臂大腿 这些地方都有 突然间肌肉就肿了 会出血 影响到活动能力 每一次的出血 其实都可以对关节 造成一些创伤 例如里面一些软骨 滑膜都会受伤 这就是病人 大腿骨 小腿骨 基本上都黏在一起 里面的血远骨 基本上都损失了 有些病人可能是皮肤瘀 甚至大小便有出血 流鼻血 我们最担心的病人 就是脑出血 这是出血性肿风的情况 但病人本身都相当年轻 都是三十多岁 他出现这么大的血块 他有机会对附近的神经组织 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 他突然间觉得头很痛 接着说话就屡屡屡屡 就是预言不清 还有手脚活动有困难 甚至会出现一些所谓癫痫的情况 治疗血有病 由五六十年代入院输血章 发展到今时今日 可以预防性地在家中注射型血因子 为病人减轻了不少压力 血章的输注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医院里做 如果比得多的时候 其实都会加重了 血液循环的负担 心脏可能会负担得重些 血章里面来说 其实不只是单单有凝血蛋白 有着不同的蛋白 所以来说 例如有些病人可能 他会对不同的蛋白 有些敏感的时候 你输入他的身体里面 他可能会出红疹 有些反应出来 现时主流的治疗方法 都是用一些所谓替代式的治疗 我们将一些凝血因子造成一种药物 病人自己在家调配之后 自己将凝血因子打回到血管里面 甚至可以做一个预防性质 他又提醒 患者日常生活仍然要小心 减少受伤出血的机会 拳击、冰膠等等的剧烈运动 都要避免 另外需要每个星期定期注射2至3次的凝血因子 我每个星期要注射2次这些凝血因子 每一次都要注射8支凝血因子 令到我的身体可以提升到 接近50%凝血因子的水平 我这支就是凝血因子的药粉 一瓶里面有500个单位 这支是普通的生理盐水 这支是10瓶的 接过器就将水倒入粉中 拆走它 接着我就要这样把它拌均匀 大概可能三四分钟 当八支都溶掉之后 我就可以用这支针筒 接着就抽取出来 有时抽会有很多气泡 所以又要撕出来 我用一支针筒就可以抽到两支的药 把这个注射器搏在其中一个针筒上 看到有少少药物液出出来 即是通了 通常我会用在手腕或手背这些位置的血管 这个子血带一枯下去 接着吸收它 令到手上的静脈便容易突现出来 解掉这个子血带 然后就可以将药物慢慢注射进去身体 这样大概用五分钟注射进去身体 而且是深不值的 只有这个角度 由于我们没动的时候 逆成了我们多数集中在大腿 就会出现一些萎缩现象 是会比较瘦一点 其实只有这么多位置 都可以挺夸张的 可以种到可以大那么多 很明显看到它大了整个圈 膝头该出事的话 我们平时走路 又或者是一些上落楼梯 都会有影响 正如我自己 例如像一些蹲下 或者是一些跪下的动作 都会很受限 我去那位置会卡住 你好 请坐 你好 这么久没有见 这段情况如何 出血的情况都有 现在关节有没有痛 现在没有 没有痛 现在没有肿 不过我试试试试活动 因为似乎现在 看到这里 它都伸不直 有二三十度的相距 试试屈起来 试试屈起来 试到最多都是这样 是 你看到 其实这里屈起来 都是说正常九十度 他也是110度多些 肌肉可能比较吃力 有需要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要转介 给物理治疗师 再指点一下 你如何去锻炼 在中医的角度 血有病属于血症 由于气血阴阳失调 导致血液不能正常运行 而日出于脈管之外 病因可以分为一虚一实 虚症的话 我们认为是一个气不涉血 意思就是当一个人气虚的时候 气不能统涉血液正常运行 实证我们叫做热壁血网行 有太多的火热之邪 令到血液流动加快 逼迫了血管而日出 导致出血 这些瘀血如果停息在身体内 其实就会影响局部 以及全身的气机运行 也会增加下一次出血的风险 仲义认为 血有病和肝、皮、肾的关系最密切 可以分为四种阵营 包括血热刺性、阴虚耐热、瘀血阻落 脚心都会觉得是发热、口渴、头昏、耳鸣、心跪、腰室酸远、瘀血阻落 受到碰伤或负重之后 它们的关节都会变得红肿、疼痛 继而可能颜色会比较紫暗一些 或者皮下会见到一些瘀点、瘀斑 气血亏虚 因为长期反复出血 整个状态都是比较虚弱一些 可能是面色、指甲都比较苍白一些 都会觉得容易疲倦、致汗、头昏 在治疗上 中医会先采取先止血、后调理的方法 在关节肛出现出血的话 最常用的是三七 有些蜆草、蒲黄 这一类都是可以有效地止血 亦都可以消瘀的 血热刺性代表方就是西角地王汤 现今我们通常都会用水牛角施 去代替西牛角 加入生地、赤卓、丹皮、金银花、莲桥、白毛根、扇草 或者是側薄叶这些 都可以加强凉血止血的功效 阴虚内热代表方可以说是扇草根散 有扇草根、生地、黄禽、蛾胶、扇薄叶 有清热、滋阴、凉血的效果 另外可以适当地加入铝精子、麦寒黄、保肝腎、滋肾阴、软血阻落 我们常用的代表方就是四蜜汤 有当归、山熟地、赤卓和村公 加入三七、鸡血疼、丹心有效地活血、消瘀、止痛 气血虚虚、气不涉血 代表方就是龟皮汤 里面有党心、北脊、健脾、益气、固涉血液 另外有当归、酸祖仁、龙眼肉、补血、安神 可以加入善草根或者鲜鹤草 有一个很好的止血效果 中医又提醒患者不适宜进食偏热、辛辣的食物 以免加重血热 另外一些抗型血食物 例如黑木耳、大蒜、洋葱、紫菜、海带、鱼油等 都不适宜吃太多 平日要定期做一些轻油的运动 强健关节和肌肉 在节目完结前介绍一款汤水 当中的花生衣含有丰富的止血素 有凝血作用 特别适合血有病患者饮用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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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